各位 請對王子的第一印象 做出選擇 自己高音 我在猜 跟年齡有關係嗎 因為年齡滅燈的 請舉手 大部分是這個 其他原因滅燈的 請告訴我 她是我以前小時候 在那裡打工的老闆 妳記不記得她 非常記得 非常記得 妳打工的時候幾歲 才十幾歲而已耶 十幾歲 高中 高中的時候 對 然後老闆真的 小舅真的就是很處女座 就一直拿筷子 然後對面台就這樣 注意... 就一直要我們注意 然後 她很可愛 筷子只敲桌子還是會敲頭 會敲桌子 不會敲頭 然後那個主面台 對 然後她真的很可愛一點 就是有一次我叫她去翻牌 她就這樣走過去 然後就這樣把牌翻完後 她就突然轉過來說 妳幹嘛叫我翻牌 對啊 奇怪 她是社長耶 妳叫人家翻牌 然後妳幹嘛要去翻牌 沒有禮貌 所以忘不了 太沒有禮貌了 對不對 因為我們覺得她很可愛 所以我們都會跟她開玩笑 妳會不會兇 有事後 罵人 會嗎 溫柔的罵 溫柔的罵 我很想看 我們先看她怎麼叫溫柔的罵 妳再來證實一下 怎麼樣罵 如果小舅 她犯錯了 妳怎麼樣溫柔的罵她 妳在演日本電影啊 妳在演愛情動作片 好 來 再來 好 下次 剛剛妳講的是太直接 下次再溫柔一點喔 這樣可能就比較安心 這樣子 這樣子根本沒有罵的感覺嘛 她是這樣子嗎 她不是 有事人在場 有事人在場 你還敢說謊 我進步了耶 以前比較雄 現在還好 這是妳現在的狀態 對... 以前比較雄 這是整形 錢 整形錢怎麼 來 示範一下 整形錢她說 唉唷 胡賽耶 然後... 胡賽 胡賽 說妳是... 說妳是牛屎啊 胡賽 然後妳講胡賽喔 只有妳啊 只有妳啊 其實這樣沒有那個 六年而已啊 妳們兩個整個對槓上啦 沒有 因為在店裡面就 沒有了 妳不要再講 她快生氣衝過來 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沒關係... 想起來了 想起來了 對 下次 我是日本的 妳不喜歡日本男生嗎 是啊 妳解釋一下... 妳解釋一下 剛才喔 她還沒有出來以前 我們講的話 她沒有聽到 妳解釋一下 這次是叫九州嗎 九州... 我家裡是九州旁邊的線 就是 叫做什麼 我這個地方是山口線 山口線 就是九州的一個上面的線 一上下就到九州 所以我常去九州 妳不喜歡鄰居嗎 因為 就是 年紀 對啊 太多差太多 年紀啦... 年紀跟愛沒有關係耶 有感覺就好啊 漂亮 對不對 沒有 我剛剛有問她 台灣男生 還是日本男生 她說跟哪裡的 不重要 有沒有感覺比較重要 可是我要補一下 妳補一下... 是補一下不是補槍喔 要看到沒有暗燈嗎 因為我想說 九州的男生是很體貼 很體貼的 對 因為我們就是有一種 日本人會這樣 日本每個地區的男生 跟特性不一樣 就是九州男生我覺得不錯 東京呢 好...算了... 是不是 你同意嗎 九州男生很體貼 工作很努力 工作又努力 好 個性又體貼 很男人的味道 好 那我這個... 這個今天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你現在四十歲了 目前沒有女朋友 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我喜歡工作很成功 對 先成功以後 找我女朋友 所以應該講 在之前你有點工作狂 對 那你... 你之前有談過戀愛吧 有 上一次是什麼時候 兩年 兩年 所以不算太陌生了 好 還有沒有什麼亮... 這個... 沒有 亮燈的只有一個 滅燈的 來 佩琴 我剛剛看到烏龍麵 我好餓喔 妳這個人就是有麵包 有吃的 然後可以買衣服打折的 妳就... 可是妳還是滅... 沒有 我只很餓 但我滅的原因是因為 妳也知道我身高172 對 來 小舅 小舅妳一個 她搖頭耶 我跟妳講 沒關係 我想要多聽一點 我想多了解妳 好啦 我幫老闆補充妳 不要 不要 好的 我不要聽 來 請講 她真的就是對員工 不管是在職 還是理職的員工 其實都是滿照顧的 對啊 像有時候 我經過店旁邊 她就說 進來 進來 進來吃 不然就是 去吃的時候 她就會就是 請我吃很多東西 要我吃飽這樣子 而且她真的 對 她真的工作很認真 就是我從開始上班 然後到下班的時候 她都還在做麵條耶 對啊 所以她不但要求妳 她就很忙碌 她也很要求她自己 她也自己很投入 對不對 對 OK 這樣子是合理的嘛 如果只要求別人 謝謝 謝謝 她是幫妳說好話 對不對 她很怕妳 滅燈的來 告訴我 請錢 開始了 好了啦 滅都滅了 就是 因為我自己也有 日本男生的朋友 然後我就跟他們相處起來 我就覺得日本男生 也不是說比較大男人 可能是他們的教育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 就是跟我們台灣的教育就是 有些不太一樣地方 他們就覺得可能女生就是 要在家裡 就是可能照顧小孩 比較溫柔賢素 然後男生就出去外面賺錢 對 然後 而且他們做事就感覺非常的嚴謹 對 然後就覺得生活習慣 可能還是會有一點不一樣 這個我們以前一直覺得 日本男人喔 是比較大男人主義 你會嗎 現在的日本男人還是這樣嗎 現在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越來越女性化 越來越 你說男生越來越女性化 女生越來越男性化 對 這個號稱自己是 工作狂的日本朋友 他的生活如何 請看 我喜歡看書 所以我家有很大的書櫃 我大概看經濟 Marketing的書比較多 我還有喜歡畫畫 學了二十年多 這個是我最近畫的 101天佛拉烏龍麵 因為101好像炸香 運動方面 我喜歡搬球 小學到高中 我在搬球隊 打機很厲害喔 我喜歡像貓咪一樣溫柔的女生 很可愛 もし時間あれば 一緒にデートしましょう 好 剛才 忘記問米妮的問題 我們一併問掉 之前為什麼亮燈 因為 我先說我的工作是秘書 然後我是日文的秘書 我的老闆是日本人 所以就覺得看到社長 應該給他面子 這是一種工作的習慣對不對 對 日本社長才要給面子 還是所有的社長都要給面子 就是看到老闆 基本上就是要給面子 所以剛剛面子給完了 對 我很害怕 所以影片一放就馬上按了 他比我大太多歲了 所以也是年齡的問題對不對 好了 現場的女生通通滅燈了 我們還是請我們的王子 發表一下自己的感想 好 大家謝謝 謝謝 下次可以再參加嗎 當然可以 歡迎你再來好不好 謝謝你 來 今天有點可惜沒有遭到很適合的對象 應該年紀的問題 馬上製造新的機會 如果喜歡的話 有E-mail給我 謝謝 拜拜 來 超精采 超真實 約會實況 預辦車司機王子 菠蘿包王集 今晚約會畫面大公開 10月16日 第11集王子的約會 會唱歌的菠蘿包王子梁國堅 與手腳乾淨的楚萱 相差9歲也不在意 就是要在一起去約會 今天要跟阿飛第一次約會 然後其實有點小緊張 因為他前天說我們今天要去吃東區 他最喜歡吃的一間羹麵 然後就是吃路邊攤嘛 所以我今天在家去在想說 我到底要穿什麼 因為吃路邊攤也不能穿太正式 可是又不能穿太休閒 因為是第一次約會 所以害我想著就是有一點久 後來想說還是穿我平常 就是會穿的衣服 好 希望我們今天可以很順利 菠蘿包王集超特別 第一次約會 竟然要吃的是 跟麵 而且既然在路邊停車場用餐 這也太… 這不是那種 就是流浪漢坐的位置嗎 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就是一個流浪漢 流浪漢 全家裡是在跟你有流浪漢 我知道… 不然你們也不會 會燙到嗎 不會…確定 確定 好像會 對 真的 你放手… 你放手… 我覺得可以 不會… 好剛好 對 應該會怎麼 約會之路邊攤 我們只能說 菠蘿包王子 你真的很平常心了 不過看他們倆吃碗麵 都能那麼開心浪漫 就驗證了那一句話 有情迎水飽 有來電了 吃什麼都好 這樣都會有意思 你喝醋 我想都想不到青春會 跟你坐在這邊 試著又跟著 我也沒有想過 會坐在路邊吃麵 對啊 所以你知道 我想要講的是什麼 是這麼吵 多煞風景啊 吃完麵還是趕緊離開吧 下一站是逛街 逛街很容易看出 男人的耐性的菠蘿包王子 要小心啦 你可能喜歡這種 那一種我告訴你 對啊 我喜歡這點嗎 你看 不要擔心我 也可以穿這些奇怪好不好 對 好奇怪啊 阿飛 這樣子嗎 這有點小耶 我也覺得 而且它好像 最後 我本來想說 那種很寬鬆 對 寬鬆的感覺 我喜歡 請會再有大件一點嗎 沒想到逛街 原來是 可以看清楚女友的身材啊 感覺很小 失敗 失敗 我比較喜歡這件 我穿這件給你看 好 你再看一下 那那個 那個叫什麼 你有穿褲子嗎 有啊 有…OK 我原來感覺 你有這麼 有了 很明顯大件一點比較好看 真的耶 比較好看 這件是不是不錯 是不錯 但是我覺得這個 這個位置其實我覺得 你不喜歡這種 沒有很喜歡這種 因為它就是 casual的東西 不懂 就是要整件都是對不對 對 可是這個還不錯啊 我覺得 還不錯 但是還是平常如果 斜一點點會比較好看 這個位置如果寬一點啊 再寬一點 通常 他怎麼 喜歡這種 你一定是那個 騙子看太多 騙子 沒有… 跟你有沒關係 好啦 我知道 好 OK 這樣可以嗎 就這樣 叫我減肥 叫我減肥 叫你減肥 約會失敗… 阿菲哥 您真的也太直白 也不想想 馬上就要進行 約會大考驗了說 約會大考驗 拍攝完新的之後 不願意繼續約會 就直接離開現場 結果會如何呢 我剛剛跟他聊天 主孫 我就覺得 他真的很活潑 而且很健談 而且不像 他好像不太像 十九歲的女生 他的講話方式啊 跟我聊的東西啊 我覺得好像年紀 年紀大概跟我差不多這樣 今天第一次跟阿菲約會 就是我覺得我們還滿聊得來的 而且感覺很多興趣啊 或者是喜歡的東西都很像 而且就是我們兩個聊一聊 會覺得感覺好像很… 就是認識很久那一種感覺 或者是講話的笑點啊 都很像 所以不會有那種很尷尬 或是很冷的時候 而且他就是香港人 所以講話的口音 有時候還滿可愛的 聽起來他們兩個的口吻都很正面 五分鐘後他們會不會出現在 約好的捷運站繼續約會呢 現在有點緊張 我覺得我要自我吹眠一下 我想要是會自我吹眠 現在比較好了 自我吹眠完 我每一支 當我緊張的時候 當我不開心 我都會唱這首歌 因為我覺得可以自我吹眠 我吹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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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逛街喔 沒有 沒有 就等人了 好… 兩人是相當有意思的約會下去了 你看幾天後他們回到節目中 就是要告訴我們 兩人真的在一起了 So sweet 緊接著外景追蹤約會的對象是 坦克 現在還是 老家 在台東 在台東 關山鎮 幸福里巴魯布布洛 巴魯布布洛 對 要吹一鼓 講話很好笑的坦克 與笑容甜美的嘟嘟 決定要出門約會了 非常好奇 坦克會選擇什麼地點約會呢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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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來自台東縣關山鎮 幸福里巴魯布洛來的阿美青年 那我這次 今天晚上要去參加 第一次約會了 我們今天晚上要去山上 大街上看風景約會這樣子 那觀眾朋友們 跟我一起去約會吧 很有想法的啦 坦克載著嘟嘟 前往汐止山區看風景約會 可惜天空不作美啦 只好改行B計畫 前往餐廳吃牛排囉 一邊吃大餐 一邊彼此進一步的了解 我剛退伍的時候 我去最過山區的 真的假的 我空手剛好在走路走路 遇到山豬 然後 我說 我也沒有什麼武器可以扁他嘛 所以你呢 我就拿了一個棍子一直跟他追 追了三個小時 然後他一直看著我我就放棄了 可是他跑 我停他就停 我跑他就跑 很聰明耶 我休息他就跟我一起休息這樣 多辣子啊 很大 你幹嘛噴嚇到 我說山豬多辣子 我知道啊 小隻的 你剛剛是比這樣子耶 從頭到... 從頭到一巴這樣子 好 再看一次 偷摸小手 不經意又自然 坦克厲害喔 打鐵趁熱 讓我們來進行王子的遊戲 幫幫他們更進一步吧 抽中的第一題是 遲到了如何撒嬌呢 好 嘟嘟 你不要生氣了啦 我今天剛剛在路上 就是起腳踏車來的時候 撞到螞蟻了 螞蟻送醫院了 你還生氣嗎 不錯啊 有加分喔 接下來 史上最大膽的約會話題 馬上展開 真心話大 然後我想問對方說 不問對方的一個最想問 多多年的招貝多少 好像很大這樣 今天穿得很保守耶 好 好 大衣 一道耶 一招貝 一招貝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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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就是 男人本色之類的 看起來這場約會 好像很有發展的可能呢 馬上來進行 約會大考驗 拍攝完新的之後 不願繼續約會 就直接離開現場 結果會如何呢 我今天跟竹竹 第一次約會之後 因為其實它是我喜歡的心 因為我喜歡有點胖胖的 然後可愛這樣子 那就是現在先以朋友的關係吧 因為我也不想嚇到他 一開始就說要做男女朋友這樣 我可能之後會也是會 約他出來玩吧 看他喜歡做什麼 這樣子 然後去追追他這樣子 那其實我上班是可以排休的 就可能會跟他另外再約時間啊 約地點約他出來玩這樣 今天約會還滿開心的 因為就像上次在節目上 這樣子看到他一樣那麼的幽默 然後也很簡潘 然後家裡又住得很近 所以以後可能有機會可以當朋友嘛 但是剛剛在玩遊戲的時候 然後他有問我罩杯多大 讓我有一點小小的扣分 坦克被扣分了 兩人是不是能夠繼續約會呢 你覺得嘟嘟會回來嗎 嘟嘟 他如果不回來的話 我 我就 這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沒有 沒有意思 這段是 什麼意思 這段說 不回來 我要把你追回來 不可以偷看 不可以偷看 那你講一下現在的感覺 現在的感覺好刺激喔 如果他不回來的話 那我就變成了落魄人 可憐的落魄人這樣 那你 他如果回來你要做什麼反應 他如果回來的話 就 就請他一下 就 不是 那是吐米酒是英文耶 那是吐米酒 坦克實在很有喜感 到底嘟嘟會不會回來呢 會不會很緊張 不會耶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會回來喔 有 可是剩30秒耶 剩30秒 真的不會不回來喔 很緊張嗎 還緊張嗎 很緊張嗎 有冒汗嗎 這邊都撕掉 沒有 我不會 那是下 其實這邊就是其他地方撕掉 很高興你回來的 大家也很高興嘟嘟回來了 今天的約會真是大成功啊 更多浪漫的約會 千萬不要錯過喔 這是王子的約會 到目前為止 最慘烈的一次 只有兩隊約會成功 不過沒有關係 只要你運來 機會就是你的 希望每個禮拜 所有的黃金燈燈看 參加我們的行列 還有所有漂亮的女生 後面的位子是屬於你的 王子的約會 下週晚上七點 記得鎖定金馬獎頒獎典禮喔 都十年了